一场车祸让年幼的小宝失去了双击,也让贺小燕失去了自己的大哥和嫂子,那场车祸只有贺小燕和小宝幸存了下来,两人之所以得救是因为当时有个医生刚好坐车路过,二话不说便驾车救人,医生费尽全力把车窗夹开后,把婴儿抱出来,用手盘轻轻给婴儿擦拭,并且唱着耳歌安抚着婴儿,很快婴儿就安静了下来,此时救火车也当了,车上的三人被送往医院, 另外来的太突然,赫氏股价急剧下跌,没了大哥这个主心股,赫家需要一个人站出来,让赫氏走出危机,赫小燕来不及沉浸在悲伤中,只剩一人日夜不休让公司从泥潭里走了出来,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,让赫氏集团成功上市,自己扛起了赫氏集团的大旗,与此同时赫小燕也担任起了单身父亲的角色,那场车祸过后,赫小燕便自己带着小宝,小宝自然身体无恙, 但心灵却受到了巨大伤伤,小宝便自自闭,不愿开口与人交流,就连和赫小燕交流也是用卡片,直到有一天遇见秦宇月,秦宇月送给她一条手帕和一个玩偶,她把手帕视入珍宝,就连睡觉也要放在枕头下面,家里的阿姨有天把手帕洗了, 小宝非常生气,但赫小燕和阿姨都不知道为什么,直到小宝有次犯病,家里的私人医生也辞职了,没办法只能把小宝送去公立医院健康,说巧不巧,秦宇月就在这家医院任职,小宝见到秦宇月很是高兴,一点也不抗拒秦宇月,甚至还向秦宇月逼出卡片,我想和你做朋友,赫小燕是没见过这阵时,回去后小宝只要这个医生, 本着全世界小宝第一的原则,贺小燕就三番五次去医院请秦宇月,在贺小燕的软磨硬泡下,秦宇月答应了,住进贺宅的秦宇月,通过每天和贺小燕的接触,家里也是安生情愫,小宝的特殊指定,贺小燕的喜欢,秦宇月的地位可谓是稳稳的,贺小燕大姑看着小宝和秦宇月这么熟,想着里面肯定有猫咪,于是派人调查秦宇月,发现她就是多年前车祸救杀小宝的人, 大姑开始慌了,在一次小宝的催眠治疗中,深度睡眠里小宝说出了车祸的真相,幕后对手间是贺小燕大姑,大姑的眼里只有贺小燕的利益,连情情都不放在眼里,此时秦宇月也知道了,小宝就是自己当年救下的那个小孩,让人紧紧的抱在一起,好了,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,每天都会更新贺先生的恋恋不忘的故事,让我们下期再见。